今天是不是要带大家探访一下伊拉克的军火市场 现在已经将要到达这片区域 那边还是挺危险的 他说让我们坐这个秃秃车再过去 他说对于伊拉克人来说没关系 但是对外国人来说很危险 是在萨德尔城的那边 然后我们现在一起做三个菜过去 像卖菜一样的 卖菜一样的 What's this what's this 8K 8K 花生米 花生米正宗的花生米 How much 13$ 30美金这么多 50发 我妈呀 好重 重的 他们都是笑嘻嘻的在这边 像买菜一样 他们都不是说吃了 我要试一下这个跳 刚刚被你演下来了 他说等会警察来了 让我赶走 很多人要过来跟我拍照 把你们给赶走了 被捕在这个车子里面 然后不能拍人 小哥不要给我付车费 这么好的小哥 我来给钱 这小帅哥太好了 Thank you very much 因为5点钟才开门 现在我们要离开这里 现在下午时间5点 我又回到这个市场 现在果然热闹很多 因为他们都是中午很热嘛 所以就一般下午出来 跳岛市场里面人特别多 而且人特别多杂 我现在已经完全忘了我们来 之前跟我去的那条路了 告诉我那边全都是 隐藏在这个这么大一片区的 跳岛市场里面 没想到啊 看这个市场里面一个女人都没有 就我一个 所以我刚刚干个什么事 他们都围着我 围着我看 眼神不太友好 旁边他觉得可能女性 不应该来到这里 没想到军国市场 竟然是在这大片垃圾堆上面 我的天啊 接受不了 这个后面很臭很臭 就来拉一堆旁边买东西 这个小哥 小哥说带我去看一下 那个枪的地方 他比划了一下 OK 没有了 看起来很像坏蛋啊 很多很多很多 这个天呐 我让他说 我天呐 这是 我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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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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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真的危险 这已经被我一关了 我 想问他这个道具 千块钱什么东西啊 什么 我们在急死了 你看 全女 看了 一个胖老板带着我 一直转悠 我看看看 哇 铐枪 这个好的 哇 这个上面好多种啊 很多苹果 他们 找人 多了 多了 今天小鱼打算到 一拉个最大的 中国市场的内部 还是由着本地人带进来 才可以进来的 摸一下这个真枪 有的不太欢迎我 赶紧走 但有的人还是挺热情的 坐扁多 这边一大片 商铺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 这个怎么用的 把这个老板太坏了 你肯定实在想不到这一片 中国市场 竟然隐藏在这么隐蔽的 巷道里面 非常隐蔽 老板还给了我 他的联系方式 刚刚老板邀请我 去他家吃饭 我实在有点不敢去 我怕他到处进去 一屋子的 那啥吐吐 然后再回头 把我给绑了 那我就完蛋了 然后我跟他说 我有点事 我先回去了 看的过瘾啊 过瘾 现在小玉有什么 这个供货商的联系方式了 你们懂的 现在我就回去了 我在巴格达的街头 看到有卖小吃的 这个是什么 给我一个 一个 小哥很害羞 一个 对 这个大哥在吃这个 豆子 切一下 OK 切切切 这好像是萝卜 哎呀 这就是萝卜 OK 还拿了个叉子 这是甜的 应该 Thank you 还挺好看的 但是我看本地人都喜欢吃这个豆子 像印度的那种豆子 那这个应该是家里做好 要直接拉过来的 再配一些酱料 我尝一下 this good ok good 这个应该是像蜂蜜 honey 交流起来有点困难 试一下这个 是萝卜 还是甜的 它那个黑色的酱料汁 应该是蜂蜜 没想到巴格达街头 有这种吃的 觉得挺好玩的 感觉这个中午饭可以解决了 等一下来一份豆子 还没有问多少时间 很不错 就唯一一点觉得这个叉子 可能是无线循环叉 你看那边的 没有洗 直接用 很烂 还有那个大火 一直在里面煮 煮的很烂 然后让我上下 弄到 我自己等一下买一碗 大叔很热情 看一下当地人付了1000 this one saren的 这1000dinner 差不多5块钱 how much one 这个也是1000 就是5块5块 10块钱吃饱 这个好大一份 这个鹰嘴豆加的应该是咖喱 然后你看它的招牌好搞笑 它有两个叉子 还有这个 ok 拜拜 都和印度的味道不一样 我给你讲 感觉伊拉克的人特别喜欢吃酸的 甜的 这个不是很好吃 特别的酸 这锅里面还一直在煮呢 颜色很不错 刚吃两口发现了 有一个 里面有一份 芬菜 再给我加餐了 感觉吃不下了 然后这个又不是很好吃 弄醉 在巴格达的街头 这 弯 就看到卖小吃的 让我尝一下 我尝一下啊 吃这个残豆 一碗 how much 也是1000 哦 还要加料子 哇塞 ok 这是啥呀 这又是啥呀 我闻到胡椒的味道 oh good 巴格达街头小吃了 让小玉 几块钱吃饱 绝对没问题 没有勺子呀 勺子 好 ok 啊 yes yes 这个大叔的残豆 这个好酸啊 像那个酸梅 酸梅粉一样 小玉旅行 经常喜欢装巷子 因为巷子里面 奇奇怪怪的 反正本地人来的 最多的地方 我最喜欢来 这是一大便本地市场 还有卖吃的 卖鞋的 我现在已经出来了 还有门口 还有卖草冰的 红柳灯上面挂了死人的那个 那个是我见过的 公布了大概300来号人 实际有死了 扎死 扎死 700多号人了 这是啥呀 大盆还是大锅呀 超卖 新鲜的 杀完了 直接在这里烤 变好毒 这是我第一次见 这种烤鱼方式 应该只有在伊拉克能见到了 刚问老板 他说一公斤 12000 地那儿就是 60块钱左右 哇塞挺贵的 不过感觉很新鲜 木炭烤 换钱的时候 认识了一个特别好的大哥 然后我就跟他聊 我今天路上看到的烤鱼 感觉挺不错的 然后他就说 哎呀 那我请你吃饭吧 非常荣幸 被中国大哥 在伊拉克给请吃饭了 哈喽 好香啊 那这个后面 大家能看到吗 这个大坑 大堵子 被得到允许之后 可以进后厨来拍 哇塞 好大的一个大坑 然后后面有木头 把鱼夹在大铁板上面 插在炭火上面 烤 熏烤 也不知道烤多久 它能熟 看起来很不错 三个大炉子 好热呀 这边 这夏天 他们怎么受得了的 你看这个厨子把这个鱼撒了盐 先把它腌制一下 这个火的是蜜汁酱料 还有鱼籽腌制好了之后 夹在那个板子上面 看起来很新鲜 这还把鱼籽塞进去 好大的夹子呀 这样把它夹住 大家可能不知道 这个伊拉克人特别爱是烤鱼 这个鱼都有很多年的历史了 光这家店就100多年的历史了 还有这些配菜 哈喽 这应该是经理manager 这边的经理很有爱 篮子 来这里选一 然后称重量 这是什么鱼啊 鲤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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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鲤鲤鲤鱼 鲤鱼尸鹤的鱼嘛 它的这个是上来一些配菜 哇 这个泡椒不错 嗯 他還给我们拍照呢 马哥他这边烤鱼 什么价格这边 这边 一公斤一万七那还挺贵的 有将近100块钱人民币一公斤 真的两个人都很难吃完 好大一份还配的椰枣 他这一个鱼大概有多重 两三公斤两公斤 两公斤原汁盐味的烤鱼一样 配上这个萝卜泡菜 还不赖百年老店的烤鱼 他配这个囊饼特别好吃 我不喝国内的烤鱼的话 他就会配上大块大块的辣椒 他这个就非常原汁盐味的 就撒点酥盐烤一下 还有还配上在这边独特的酸奶 酸奶很好喝 他们是不是不喜欢用左手吃饭 伊拉克这边都是用右手 印度人他们也喜欢 这就也不占什么酱料 直接吃 开玩笑 太大碎 太大碎了 这肯定会这么好吃 这肯定是因为人类无名起源的地方 出产的鱼 所以味道不一样 咱们国内那个鱼都是很重口味了 哎呀马总 在这边 你在这边待了很多年了是吧 已经差不多半个本地人了 用手示范特别香我试过 你看他这个烤的特别焦嫩 这是鱼子 鱼子我特别爱吃鱼子 这一条这么大的烤鱼 差不多整合人民币200人民币 然后这些配菜他是送的对吧 嗯对 那这种烤鱼的话 我猜他这个控制火候应该很难 因为那个里家都是炭火 但是他这个鱼烤的又很嫩 很迷惑怎么会这么好吃 如果来伊拉克 一定要尝一下 伊拉克的这个炭火烤鱼 太好吃了 马总我想问一下 你在伊拉克 这么长时间有遇到过什么危险吗 我那上面挂了死人的那个 那个是我见过的 真的吗 一几年的时候 16年16年年底就是 就在离这 这些雾里大概有2公里的时候 哇塞 炸了 炸了以后就死了 死的 真的 这恐怖袭击吗爆炸 是恐怖袭击 嗯 但是这事 发生的第二天第三天 我去中国公司这边有个雇员不是去世了 能超过去世 哎呀 我去太平间嘛 太平间 就是政府公布了大概300来号人 实际有死了 炸死 炸死 700多号人的 然后我是在那个包扎现场 距离包扎现场有个400米 300多米 然后 我从那晚上11点我记得很清楚 就当时你也在 对 11点30多的时候我离开了 晚上 然后然后我刚到 因为距离我住的地方不是很远吗 那么到以后我听到 一声就是轰的一声 对 嗯 然后那个窗户不是在 晃吗 它是什么炸就是人肉炸弹 还是什么绑在哪上面的 遥控车的这个后备箱里面 装的后备箱装的啊 就是一个是燃烧弹加什么什么 他均运的那种炸药 嗯 然后把那栋楼给 一栋楼都给炸了 嗯 那是小双场双场全是扎美的 他也是就是一藏恐袭活动 那红绿灯上要挂死是真的吗 那是19年的事 为啥呀 19年到时游行的时候 那个挂的那个死人 应该那死人应该是个狙击手 啊 那被就揪出来 揪出来以后吧 一个人 哎 那是19年是10月1号 就是这边爆发了这个19年 示威游行吗 这种开了很多这种狙击手啊 就被杀了 然后 然后这个就是暗杀就是杀一些就是 示威游行的这个 你当时有看到过吗 有 我以前有个打死被打死 在那院前 这种事情我们只会在电影上面看到过 但是没想到发生在现实生活当中 而且还是现代文明社会 现在的话那个治安情况就是怎么样 现在治安情况 现在可以是吧 看那个晚上 还是好多人在外面 阿拉伯回家的生活习惯是吧 就是下午这边一拉课的下午两点 三点就下班了公务员就下班 回家也会就是哎 睡个下午觉 是吧 然后七八点又出来晚上活动 两三点就下班 太爽了 总是正常是早上八点半上班 下午一点半下班 这是公务员 学校学生也是累的 学生也是这样 嗯 早上八点上课 下午两点两点半 就总是放学 挺舒服的 然后晚上就出来活动 对 对我刚刚来路上看好热闹呀 因为那个 伊拉克是落地前 所以容易来 大家就很想知道这个治安问题 2021年年底放开这个签证嘛 签证以后就是这个在伊拉克的出行就 就比较方便了 对然后像我们在这边的话 有没有啥需要注意的就别吓跑 别吓跑 哈哈哈 就我应该不用带头巾啥的 就穿的要保守一些 这个哪里叫吓跑 这个就是看自己 但是不要穿的就是比较嗯 明白啊 然后就是尽量不要就是买账 单独出行啊 人体的话中安是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 因为他比前些年就好多了 就我看大街好多那些是警察 还是什么不军队的就 那是警察 一直在那边 伊拉克处于是联邦制 是有联邦警察 那还是可以来伊拉克的 看战后的伊拉克什么情况 不要单独来 这样的话你首先有 考虑你自己的安全 不要单独行 我们吃完饭了之后 其实才是他们 伊拉克人吃晚饭的时间 因为他们吃晚饭 虽然都比较晚 所以你看都快坐满了 人很多 烤鱼 所以你看这家真的生意很好 OK拜拜